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11月29号 礼拜二的晚宁好 台式新闻 我是洪乃荣 头条讯息带您来关心到 又是没有注意到前方路亢而酿货 清晨五点多在台中东区振兴路的一处闪灯路口 机车冲撞了穿越马路的富人 两人重衰落地 79岁男骑士意识清楚 不够被撞的71岁富人头部重创 纵一开刀抢救 另外在大理区呢 也有富人骑着家装辅助轮的机车 还一次闯红灯 跟另外一辆机车发生了碰撞 最后还冲进了路航的骑楼 场面惊险万分 碰扣了 为什么不走啊 富人来到闪灯耗尽的路口 贪图方便没有走在斑马线上 没想到来到马路中央 一台机车高速冲过来 当场被撞飞倒地 那个阿山走到一半 然后摩托车就很快把它撞飞 他有听到刹车声吗 我没有听到 就直接撞到 79岁男骑士也重摔地面 身体擦挫伤意识清楚 但71岁富人头部重创 大量出血紧急送往医院开刀抢救 清晨5点多 东区振兴路传出巨大碰撞声 不少人都吓了一大跳 警察富人当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 而骑士尽管是闪黄灯 但疑似车速过快 发现有路人时根本来不及反应 详细肇事责任有待厘清 而在大理区也有两辆机车 没有注意到前方路况 发生碰撞 骑士装上辅助设备机车 周姓富人来到路口疑似闯红灯 和右侧另一辆准备左转机车相撞 林姓富人当场被撞倒在地 左腿骨折 痛到爬不起来 而肇事的辅助车 还继续往路边冲 最后撞上停在骑楼 机车和杂物才停下来 以四期的装置辅助人 周姓富人没有遵循路口耗置行驶 而林姓富人也没有注意到 前方路况 柴云亮澄这起碰撞 索性没有再衍生其他车祸 今天从陈姐 王松商务府宴 台中报道